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學人會主辦的唐鳳 敬禮的唐鳳的演講 那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了 政務委員唐鳳來 然後 待會會先有我們的學務長 王教授志子 謝謝 來 唐委員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那我就開個場 因為很多問題都已經在這邊了 大家很迫不及待要請這個唐委員來回答 那 唐物委員在過去已經來清華已經好幾次了 有時候是親自出現 有時候是透過網路出現 那今天很難得都是親自出現 那我過去在不同的廠培 跟唐物委員有一些交流 那最近的一次是 因為我個人也是在課管院的課課所任教 那最近一次我們這個課課所演藝的學生 他們在演藝生演樂的時候都要做一個實習 是一個有學問的實習的課程 那這個實習的對象的產域 是他們學生自己去找的 那我們今年的學生有五位 有五位到 我們所上才二十位而已 那有五位到那個唐物委員所執勤的一個叫做 PBIS的RAY計劃 就是這個RESCUE ACTION BY YOUTH 這是用年輕人來改變政府上面的 看到的各種這個網站 然後各種體驗的計畫 那我們學生有一些服務設計的專長 所以他們在這個計畫裡面就參與了這樣的計畫 我就很感謝唐物委提供這樣的機會 讓學生看到說他們所學的東西 事實上不只在業界可以被用到 在政府裡面很多事情 看起來很大的事情也可以被用到 所以他們這個五個人 唐宏偉說他們是一個幫派 小小的一個團隊 在他們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過去我們在清華也有很多 學長姐 像我們有一個學生他們 創立了支部驅動這個小團隊 他們透過他們到處去專長的方式 來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讓各位接觸到 如何用個人一己之力 可以有效的去參與很多新的社會創建的議題 那我們用這個掌聲歡迎唐物委 謝謝 好那我們就開始 那我們大概有接近兩小時的時間 就直到兩點中間不休息 那當然隨時歡迎遲到早退都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這邊投影機的就是解析度有限 所以我會待會可能就是放大一個問題 他不想說現在就是第一名是這個 那如果有剛才進場的朋友的話 那現在還是可以找QR Code 或者是手動 建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202 那記得可以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那待會的結構就是說 我會從讚的數量最高的問題開始回答 那如果到兩點的時候 就還沒有回答完的話 那就先說抱歉 那所有的問題我都會看 那如果到兩點以前都已經回答完 也沒有人要舉手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 我也不覺得今天會提早結束 然後隨時大家如果舉手的話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螢幕上面的 所以因為這邊有兩次麥克風嘛 所以隨時都很歡迎舉手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有一個對談這樣 那我們就不耽搁大家時間 我們就直接開始 有實際的朋友們 有看這個歡樂無法黨的黨員 這個博恩的一個工作 就是叫做博恩爺爺秀 那他有拍一個 這個苗栗國的這個影片 您發來幫大家討論 個人雖然不是苗栗人 但是老家也是在一個嚴重被地方視力 緣越到把持年輕人口 流失極為嚴重的一個線 究竟可以如何面對看見老家凋零啊 或者又卻又無力改變的悲憤啊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悲憤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一個情緒 就是說如果悲就是個人覺得很難過 那是一個私人的情緒嘛 但是化悲憤為力量 就是說透過像轉貼苗栗國影片等等這種事情 去把這種個人的無力感 轉化成群體的憤慨的這個有力感 我想是非常有用的 那但是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有用是一回事 但是怎麼樣子 讓大家在一時的悲憤之後 能夠直接投入具體能夠做的行動 我想這個是大家比較care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台灣我想就是call to action 就是讓大家投入行動 如果是一次性的行動 好比像說一次的地震啊颱風啊等等 之後的捐款啊等等 這其實是非常容易 而且事實上也常常立刻就目到 就是所需甚至遠超過所需 但是我們要改變就是 年輕人口流失極為嚴重這件事情 並不是大家一衝動這個回去投票 當然回去投票是很重要 但是回去投票之後 可能沒有完全呆在那裡的這個動機 所以要怎麼樣子把它從就是回去投票 這當然非常棒 這第一步 但是到第二步 就是說你回去投票之後 願意跟那邊建立更多的感情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在神正院 今年是所謂的地方創生元年 可能有人有聽過這個概念 那地方創生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年輕人在在地不要變成是說 好像你想要回去做一點事情 但是卻發現說在地都是一些可能從當年社區營造的時代 現在就已經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一些協會 各種各樣的基金會 看起來都有 但是你去工作的時候 卻發現說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做和銷 大部分時間是在做一些文書工作 大部分時間在做的事情可能跟你的所學的關係 就沒有那麼大 那我們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年輕人回去的時候 是先回去找到共同的願景底下 自己具體可以做的工作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常用的一個社會創新的平台 叫做澤澤 那澤澤 我想我應該不用介紹澤澤吧 這邊應該大家都知道澤澤是什麼 OK好 那澤澤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預購式的跟就是 匯贈式的之外 他當然還有訂閱式的專案 然後我們現在在澤澤上面就是 他有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專案類別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直接去找到說 在某個地方他想要去一個在地的一個合作社 或者是一個在地的一個NPO NGO 或者是在地做這個地方創生的事情 你乍看之下好像不是要改變當地的選舉結構 或者當地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 但是他卻是一個很具體的 能夠讓大家對當地有一個新的想像 然後這個新的想像可以觸發大家 去支持這個地方的年輕人有一些 很具體的創造的出來的東西啊 然後這樣子的話這個地方就變得比較酷 那隨著這個地方變得比較酷 大家就比較願意回來 我在上個禮拜吧 才去新竹縣的寶山香的 應該是爆漿黑糖饅頭的這個產地 那星辰風堂嘛 那你看為什麼我現在都還記得這一串 就是因為就是爆漿饅頭就很好吃 然後吃了之後就會開始有一個新的想像 然後就會開始記得他們一些slogan 這個入寶山不要空手而回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比較觸動我的是說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雖然他們用非常多大學生甚至高中生的創作的概念 但是我實際去那邊的時候去發現說 他們是把所有的收入都回捐給這個協會 然後去讓就是長期照顧這件事情變成 不是好像是已經失能了或者是已經失智了才開始照顧 而是讓所謂的壓健康就是預防式的醫療的這個階段的朋友們 可能一些六七十歲的朋友們照顧八九十歲的朋友 那這些六七十歲的朋友就非常的有活力啊 我去的時候就在就是跳舞啊或者是就是教客家話啊 或者是有很多這樣子文化的傳承 然後呢看到他們那麼有活力呢 大家就發現說 那年輕人在加入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管是學資訊的學設計的 學就是各種這樣子的社會科學相關的學員們 其實都不需要去我們去做全部的事情 而是這些長輩們已經很願意做非常多的事情 他們需要的這些一個明確的方向 然後幫忙包裝幫忙行銷幫忙做這些 所以像這樣子輕易共創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就可以很有效的去翻轉 大家對這個地方的一個想像 就是你凋零會凋零 那你在凋零裡面挑出一樣東西 那像新城的話 他們應該是從農蓋場裡面去發非常甜的甘蔗 而且沒有什麼冰蟲還可以用自然農法種的甘蔗 那他就只先做這一樣東西 那做的時候當然再慢慢擴及到旁邊的其他的 農產品的種類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 杯分當然是很棒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到一個call to action 就是試著去找到你的老家 或者老家的附近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梗 那這個梗它可以literally是甘蔗梗 但是也可以是就是別的梗 那最好跟食物有關係 或跟喝的有關係 那無論如何就是把人先扣到那邊 那扣到那邊之後 其實我們社會創新大概都是一些新的概念 大家到的時候可能也不會覺得說 一下子就我可以插手的地方 但是社會創新的一個特點 像是我的辦公室 那個就是在台北的仁安路三段99號 我們的特點就是每天都要好吃的 都有大廚 都開到半夜11點然後等等 所以就是你每次來的時候 就算聽到那個概念你覺得說 我可能不一定那麼認同 或是我還沒有聽懂等等 但是你只要聽說 那下個禮拜 或下兩個禮拜 大家同一時間同一個地方還要好吃的 那至少你可以老人來吃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透過食物或者飲料 跟一個很好的創作的空間 慢慢就可以把那個地方的 我們叫做agency 就是農動性把它培植出來 因為大家反正沒事 至少去逛一逛那邊 覺得那邊風光不錯 而且有一些可以吃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長輩也覺得他們很有貢獻 因為長輩能夠使用的食譜 絕對是比我們多的 所以長輩就可以有一些很具體的貢獻 然後就可以有輕盈工創的這個文化 開始出現 所以我想以上大概是一些 我們看到的比較成功的地方創生 它在一開始第一步大概都會做的事情 那現在因為有群目平坦 你可以開始好幾次 因為反正如果群目不達標 就表示這個梗不好 這個梗不好你就退錢就適合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損失 你就可以再找一個梗 再找一個梗 一直到那個梗對了維持 那你就可以從那邊去開始 做地方創生的願景 然後你跟長輩們就是平起平坐的 你就不是去那邊 然後好像要進入一個長輩們 已經存在的體系裡面 我通常第一個問題會回答比較久 因為讓他比較時間特別的問題 有十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尋情各個政黨發動網路戰跟媒體戰 要如何分辨呢 學習的爭假 那當然一方面是說 很歡迎大家這個群眾目次贊助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因為他們不接受任何政黨 或任何政治人物的捐款 那單一的人的捐款也就是 不能超過幾十萬這樣 所以其實是一個完全靠群目支撐的 這樣子一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最近大家這個所關心的很多都在上面 那當然就是看他們在澄清的是哪一方面的謠言 這個他們底下就會被另外一個方面的朋友們說 他是不是這個什麼另外一個陣營的網軍 這個是非常多的 那但是這樣子恰好就表明了他其實沒有騙任何一方 所以我想很歡迎這個加入TFCC的這個行列 那我今天早上才在跟瑞士的一個公廣的記者 在用其中的一個例子講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因為這邊講各政黨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個長安建中央政法委 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應該也算一個政黨吧 他們的釋放的這樣子一個訊息 那他們之前在微信跟今日頭條的平台上 這沒有多久以前啊 11月20號的時候 就分享了這樣子一張圖說這個什麼香港暴徒的酬勞曝光啊 什麼傷勤最高給兩千萬啊 當然是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TFCC在一開始就已經說沒有了 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說大家在參與的過程就可以看到他們查證的這個方法 就是他具體怎麼樣去找說他的來源是什麼 而且去找說這個他們用來PO當作佐證的這個所謂這個招募令啊 首先這個廣東話這個的漢字都會寫錯啊 然後而且不知道為什麼用漢語拼音啊 我想香港的這個朋友們應該是不會用漢語拼音的啊 那然後等到你實際去那個Telegram群組 就這個漢語拼音的就發現說裡面都是一些就是十八件的東西啊 原因不明 所以總之就是說這整個就是就是鬧的嘛 對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開始可以用以圖找圖的方法去找到說 這邊看起來是他們說這個什麼十三歲小暴徒參加暴論活動中所過酬勞 那其實這張圖是道圖啊是從這個盧透社來的 而且盧透社當時完全沒有這樣說等等 所以他等於就是抽絲剝繭的去把他的傳播的路径 他的framing就是他去改變他的外光的方法 他的敘事手法等等 具細明義的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你看過一次之後 之後再碰到同樣的一個招數啊 這個對聖鬥士就不能使用第二次了 就是說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就是就是顧忌從事而已 那這個筆我們一味的去讓他下架或什麼 當然是要來得有效 因為下架的話他只要換一個數字啊 最高給三千萬最高給五千萬 他就還是重複出現嘛 但是如果你自己看過這個抽絲剝繭的這個事實查核報告 甚至有協助產製這樣子一個報告的話 那其實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個事實查核的一個我覺得很好的計畫 叫做總統候選人事實查核計畫 這個是由Reader他們所發起 那但是也有相當多的這個朋友們一起一起在做 這是非常大的名單 當然因為他們容許這個匿名啊 所以就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什麼發現蔡總統的影片提起來就很斯文的阿飄雲 聽到韓國瑜正常說話激動落淚的阿飄雲 這個阿飄雲真的是有相當多的分身啊 對那所以就是他們的參與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進去之後他們就把候選人的發言影片一段一段給你 那你有空的話要嘛可以打竹子稿 要嘛可以驗證竹子稿是否正確 然後標籤他的屬性 然後呢最後在這個送去查證 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錯誤訊息數 不過他們目前好像還沒有把送出於候選人的加進去 那比較多我們就可以看到蔡英文總統說 是大橋會長第十四次來訪問台灣 然後呢我們的網友就一個一個去數啊 然後發現大橋會長這個台灣教育協會 其實至少已經這個十九次來台灣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錯誤訊息啊 那對所以anyway 那另外一位我們就不秀了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想要參與才會知道他的方法論 不參與的話永遠就會覺得好像就是一邊說的很流利 另外一邊說的也很流利 但是其實新聞工作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要綜合各個方面可能來自不同文化 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的想法的人 但是總是還有一些基礎事實啊 是可以透過查證的方法取得的 所以不管是投入TFCC的社群 或者像這種視察的計畫社群 慢慢呢你就會開始掌握這樣子的一套方法 那這個時候當你自己是自己的自媒體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可能在很多人IG上面有非常多follower 或者Facebook上有很多follower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你也可以知道說做一個媒體 你要怎麼經營一個自媒體 因為台灣寬評是人權嘛 所以任何人都有非常寬的評寬 而且開直播那個流量也不用錢 每個月都是499 就是很罕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指招媒體試讀 媒體試讀的時候 像你是讀者或者是閱聽者的時候 但是媒體素養 就是說你做一個自媒體 然後先做出這樣子一些查證的一些工作 怎麼樣子做平衡等等 然後才可以讓你的節目的內容變成 是讓整個社會可以肅進對話 而不是說只是就是比較片面的 或者是讓大家對民主視去信心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媒體素養的工作 不是只是在學校教 而是就是靠每個人自己 經營自媒體的這個經驗彼此分享 然後慢慢的就可以開始 自己分辨出自己訊息的成假 而不是靠任何單一的個人 或者主資來告訴大家自己的這個真假 有時候會跟我們問說 如何看待這個相當的局勢 那當然我們知道 相當在最近一次投票之後 大家已經看到說 就是可能不是像之前 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政法委這些朋友們所說的 這個小數的暴徒跟沉默的反對的大多數 而是就是一些蠻多的示威者 跟其實百分之六十以上 贊成他們的一些大多數 對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政治訊號 就是說除非他們逐步去落實這些訴求 包含雙真普選 那不然的話 所謂的一國兩制相當方案 其實是就破產了嘛 那所以當然雙真普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如果有這樣子做的話 那也許還可以就是維持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那這也可以讓我們看到 在可能就是所謂五十年不變以後 他可以進一步的走向高度引主自治 那當然如果就是一直不答應這個雙真普選的話 我覺得整個legitimacy 他們反成認受性 什麼叫正當性 整個一國兩制的正當性就會越來越低了 那這是目前的一些相反 那有十三位朋友們問出 現在的機器學習要約先進 可能在不久未來就會出現一條認真的影片 那更難電別假訊息要如何因應這樣子的資訊站 其實在台灣大家都已經很有經驗了嘛 就是動新聞 在動新聞剛出現的時候 這種用這個motion capture 就是動作捕捉 然後就是演出栩栩如聖誕 其實後來發現其實不是這樣子的事情 大家都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 動新聞應該是蠻早以前就有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蠻好的 就是我們等於是先用DG的樣子 已經培養了一些抗體了 就不會一下子就墮入這個 好像是看到影片的就是真的 因為我們一看到就說這個動新聞嘛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台灣這個運氣也蠻好的 然後當然這個也不是現在才有的技術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魔戒的電影裡面 本來就有一個golem就是這個角色 那個角色就是整個用motion capture 去合成出來的 當時也栩栩如深 唯一的差別只是說 當時在拍Loyal Marines的時候 他們是要用非常大的運算的專心 而且網路還不夠快 還可以用硬碟傳的程度 那現在是任何像這台iPad就可以很輕鬆的去進行換臉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也不是未來 不久的未來 這就是現在就可以做的 其實換臉的這種影片啊工具啊軟體啊等等 現在在GitHub上面已經隨便抓隨便有了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套上任何臉去講任何話 那如果之前沒有看過的話 那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 叫做Imagine 如果你找Imagine the Fake 應該就會找到 對 他就是直接去 運用這個招數啊 去合成全世界的各個領導人 然後一起去唱這個Imagine 那他的這個做的人叫做Kenny AI 那Kenny AI基本上就是 Uncanny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到會覺得不自然嗎 那Kenny的意思就是看到就覺得很自然啊 對那當然他在第一開始的第一個frame就有說 這個是合成的 這個不是真的 但是這個就是在顯示說 他把全世界領導人聚集起來唱John Lennon 這個已經是用現代技術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這些領導人都有很多公開演講的影片 你只要蒐集一些長度的影片去train 基本上就難便增加 當然如果他的解析度很高 你現在還是可以用一些數位見識 Digital Forensics的方法去找到他增加 但他如果故意的把它弄成解析度很低 比方說上次總統大學前一個晚上的那個 周子余道欠的那個影片 就是很低的解析度啊 360P吧 還是240P 到那個解析度的話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合成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式 不是未來式 這個是要跟大家就是溝通一下的 那至於怎麼樣因應這樣子的資訊站呢 像如果你真的很期望說 他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 講了某句話 這個就是timestamp 時間錯記要留下來 我自己之前有用過TruePick 它就是在 它是一個手機的app 然後它在你的手機拍照或者錄影的時候 它會先去蒐集旁邊的GPS資訊 塔台的資訊 Wi-Fi的資訊 你的就是 就是六周這個加速移動 什麼之類的這個資訊 那它把這些全部都放進一個 數位見識的一個演算法裡面 去判別說這個真的是你直接拍的 而不是翻拍的 拿著一張紙翻拍 因為它的那個相機的Focal Lens 會不一樣啊等等 那所以它把所有的這些資訊 全部都綜合判斷之後 那就當場把你蓋一個戳機 而且把剛剛講的這些的指紋紙 都上傳到一個公開的區塊 應該是Ethereum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比較可以 了解到說你很難同時偽造 旁邊的就是集體台的位置 尋號強弱等等這些資訊 所以它就可以給人一個比較高的信心值 所以說這確實是在當時當地那個時候拍的 而且沒有經過Crop啊加工啊等等 當然這也不能說這個就是全部的事實 它只能說這是這台相機拍出來的現實 因為我的相機的取景況還是我來控制嘛 但是至少說它比較難去 就是像剛剛講的用一個全合成的方式 去進行變造 所以類似像True Peak這種 基因分散式帳本的時間戳機啊 驗證服務啊 我想未來會越來越重要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查證求證的這個需求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些試查的朋友們 來問我們時間的各部會的時候 在以前可能都要過四個小時 過一天過兩天才能夠得到一個新聞稿 或得到一些驗證 我們現在都把它所謂的222原則嘛 就在兩個小時之內就要給出一個非常具體的澄清 然後是在就是至少要兩張圖卡 然後內文是在200個字之內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種222原則 其實這個查證的time cycle 就是它的時間的跨度吧 就會比較有一個upper bound 就是說兩個小時以內一定可以拿得到神經訊息 那這樣的話其實即使是很多線上的媒體 就是講即時新聞的媒體 有時候也會願意等我們等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但是至少等我們這一邊的神經出來之後再一起發出去 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是競爭院啦 其實任何人只要願意一兩個小時之內 給出它的角度所看的一篇篇圖的話 我想新聞工作者都很願意去等 現在主要的困難只是說 就是new cycle在以前是一天 但現在可能是四個小時或更短 所以我們這整個就是查證的過程 也必須要有更多的自動化 來讓就是調查報道的記者們 能夠花更多的時間在調查跟報道上 而不是花那麼多的時間在取得求證的資訊上 所以我想這個是整個社會因應這樣子的資訊 佔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體質的提升 我的經歷十分特別 想要分享在台灣跟德國的小學心得跟心路歷程 我在德國其實只有一年 就是我在 相當於我這邊小學五年級 我去那邊還是讀小學四年級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小學直到四年級了 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當時我記得 我是跟我爸爸去他念博士論文 然後我去就是 接受他的博士論文的主題們的這個薰陶 那他為什麼會跑去德國念博士 政治學博士 是因為他的題目是在講八九名譽 那特別是在講八九名譽裡面的 就是social configuration and social technology 就是他們的一些動員組織的方法 怎麼樣影響到他們的名譽裡面的 各個團體之間的關係 那為什麼他不去北京做 當然因為他的research subject都不在北京了 沒有一個人回得去 全部都是在黑名單上面 那所以當時就非常多人都逃到歐洲 那在法國 在盧森堡 在德國 在反正那一帶都有很多人 所以我對德國的記憶其實比較多的就是 大家整天在客廳裡面 我爸就會運用那個 我們知道ethnographic 民族制方法 什麼是民族制方法 就是不斷地在客廳跟他閒聊 然後瞎扯 反正瞎扯足夠久了 你就完成那個民族制 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對 就是hanging out 那所以我們就 我就很記得說就一批一批的 他們參加八九名譽的民運工作者 那他們其實也都很年輕一點 就是很多是各位現在這個年紀 那學業也才一半 所以他們就也是到那附近的大學 繼續他們的學業 那同時一方面回想他們當時的運動的狀況 那二方面去構想說 那未來如果再碰到類似的情況的話 怎麼樣子才會是一個更有效的組織方法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也有一些啟蒙的作用 就是從很早就開始理解到說 其實第一個民主自由並不是天上掉下來 它是運動者爭取來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社會科學也是一種科學 社會技術也是一種技術 不是只有就是理學院的科學跟技術 才是科學跟技術 你在一場大學運動裡面 怎麼要讓許多人能夠達到一個共同的 不要說共同的 一個彼此之間不要割席 不要扯後腿的 這樣子一種運動方法 它也是一種技術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技術 在香港已經發揚廣大 但是我記得當時在就是德國的客廳裡面 整天都是在聊這種事情 然後在那個之後 我就回台灣嘛 因為我就是 有先天的那個行事中科缺損 所以回台灣動手術 動完手術當然就好了 那但是從那個時候 我就只在讀了一年的國中 那到了國中二年級 就中二啊 因為比較中二嘛 就跑去 跟那個 那個我的校長說 我這個明天不想要來學校 那校長就說 為什麼你才剛贏了全國科展 應用科學組第一名 明明拿到保送資格了 為什麼要丟掉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我的科展怎麼做的嗎 我就是直接到一個網站 叫做 archive.org 現在這個網站還在 那這蠻不容易的 當時這個全球諮詢網才剛出現嘛 那所以 呃 在archive上面 我就看到這個很像一個BBS 其實它就是一個BBS 那我對 Computation Language 或者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非常早就有興趣 這是我科展當年的題目嘛 那我就發現說 在上面很多的朋友會來PO文 但是PO的不是廢文啊 都是論文啊 所以就是他們是把期刊 還沒有peer review 就是preprint 還沒有送印之前的期刊論文 都先放到這邊 然後整個網際網路的朋友們 去做同產審閱 那所以我只要看到一篇 我感興趣的 我就會想辦法寫信給這個作者 那隔著網路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也不知道說我英文其實很多 那很多人就直接回信給我 所以 我的課展其實就是 完全是在archive上面做出來的 所以我就跟校長說這個 校長一直都告訴我說 我要念個高中啊 念個大學啊 考個GIE啊 去什麼 教授研究室啊 Dumple Stock啊 最後也許可以跟我喜歡的教授做研究啊 然後就跟校長說 你看這個教授直接回我信啊 所以中間這10年是不是就 這個可以有個捷徑 就是不用浪費10年的時間 對 然後呢 校長就這個看了我們的 E-mail printout 然後就 花了可能一分鐘吧 想一想 然後就說好了 你明天不用來了 對 那當時這個 因為台灣還沒有時間交易的 相關的法律 所以其實是不能不去學校 不然要罰錢的 所以校長當時就好像曾亞尼的校長一樣嘛 就把我這個告訴教育局說 其實我的去其實我都沒有啊 只是 石工物園圍造我的書 但是不管如何 應該過得追溯其樂 Anyway 就是我的空間就是什麼 就是說 我從那時候就對這個官僚制度的創新 非常的有信心 行政創新 非常有信心 就是要提出一個很好的理由 那自然會有校長幫你打 所以在 當然現在我們這個在台灣時間交易已經是領先全亞洲了 當然啊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你就要寫著自學計劃就好了 但是 確實在當時 非常感謝當時的鬼龍校長 就讀一批校長 幫我去開闢這樣子的空間了 暫時先回答到這裡 那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像 這個像在尼泊爾跟西藏的澳修的體驗啊 對於人生觀有怎麼樣子的影響啊 或者在處理政務上 是不是會採用澳修提出的觀點 對啊 澳修現在也還有人看 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對 它不是一個好像 像New Age一波過來就比較少人看 我去澳修是去普納 它是在印度的南邊 它是一個普納奧修 Center 那 在西藏其實不是澳修 其實就是常傳佛教的一些朋友們啊 尼泊爾同樣也是常傳佛教 那 對我人生觀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主要還是說 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就是 不是說我一定要做什麼 我小時候因為比較中二嘛 就是常常會覺得說 大部分的一些研究啊 如果我沒有來做的話 那就可能沒有人做啊 所以就有一種使命感 那但是大概到十五六歲 開始接觸這些 就是藏傳佛教也好 小藥的想法之後啊 那就開始覺得說 沒有啊 其實就是 因人俱合嘛 就是如果有 剛好到了這個狀態的話 那只要在這個狀態的人 他就這樣子的思想自然會進入他 所以並不是說 好像我是一個思想者 我去產生出思想 而無名是說 我做一個思想者 是把自己的狀態預備好 然後 一直等在那邊的思想進入我 那 任何其他在同一個狀態的人 其實也接受得到這樣子的思想 所以也不一定要是我 那所以這樣子就感覺這個 好像歷史的那個使命感忽然間就解脫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 一個改變的一個念頭啊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覺得說 什麼東西一定要透過我的 有限的個人經驗去創造的話 其實他常常只能解決自己的需求 當然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如果是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我們說 就是把各種各樣子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角度 都當作是自己的 那這樣子的話 汇聚出來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你創作的 而是 你好像一個畫布一樣 去漸染各種各樣子的顏色 然後到最後 就綜合出一個新的方向 或者新的顏色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不需要那麼用力 二方面是 這樣做出來的東西 對大部分的其他人 其實說不定是更有用的 因為 這是融合他們不同的文化的觀點 所以像這種 transculturalism 也是大概那個時候 因為接觸到這些很不同的文化 所以想到的一些觀點 那其實 我不像我們在 好不像說 就是一種殖民的 或是一種教化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你的文化其實 可以沒有真的放掉 那唯有就是 把自己的文化放掉 然後進入對方的文化 然後突然之間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些文化中間 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可以形成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對於我人生觀主要的影響 就是我不會覺得 我是好像哪一個文化的傳人 哪一個文化的後續 這個一定要把那個文化發展廣大 而無零是說 在各種現有的文化中間去創造一個空間 這個後來在當政委員 我想是也很適合用這樣子一種想法 因為我們在行政院 常常就會發現說 這個不同的部位 就是代表不同的價值 所以我們可能一邊是經濟發展的價值 另外一邊是環境保護的價值 中間就是這些專業文觀 就是外面都看不到的 要承受全部的壓力 而且還不能斷掉 那或者是科技創新的價值 跟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等等 這個非常多 不及悲哉 那所以我當政委員 其實並不是說 好像要在中間 這個找出這個正確的 就是compromise 就是妥協 是那個point 而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先讓所有人都 自己把他的那個角度講出來 然後我們去問說 好那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 但是有沒有一些價值是共同的 那這個價值也不是我來講 而是所有人一起去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只是起到一個通道的作用 所以 像我剛進行政院 10月吧 我是10月1號 就是2016年進行政院 那在當時其實10月14號 我就被找去立法院 也是跨黨派的包含這個 政保清委員啊 這個 這個 路易英文科斯道爾委員啊 吳智陽女生 林李岩秀等等委員 一起去請很多電競選手 來分享他們的委屈啊 悲憤啊 就是 因為在當時這個電競它既不是表演項目 也不是運動項目 也不是體育項目 也不是文化項目 什麼都不是 所以 就是不管是替代役啊 不管是在學校裡面的加分項目啊 不管是他想要轉換成為老師啊 或者是說他想要 甚至只是借個小巨蛋啊 或者是他想要這個他的 就是其他的競賽隊伍來要簽證啊 等等啊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每個部會 這個是一個老問題 不是我來才發生的啊 那每個部會都有非常多的講法 後面教育部就說沒有動到身體 不能算是體育之類的 那而且還說如果這個也算體育 那國中小這個 在一開始都有一小時的體育時間 是不是大家打電競就可以了呢 這當然是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所以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文化部就會說 沒有啊這個 這個琴棋書畫 什麼都是千年以上的歷史啊 我們等電競有一千年的歷史再來講啊 那當然是不可能 那拿放那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啊 那這些電競選手應該把它當作是 就是電子產品 軟體產品的測試員 對測試員 那然後經濟部就說 好像不是這樣子 電競都是寫好了 你才打 不是說 你還沒寫好的時候去測試這個 完全不一樣 那而且如果你要把它 比作運動選手的話 那經濟部管的是那個場館 那個球框 那個球 那個球籃 沒有人在管那個運動選手 經濟部就不是管運動選手 那應該是 就是教育部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 我想很容易就是在證物上面 我們就會發現每個部會有它堅守的價值 也是很合理 因為如果兩個部會價值一樣就會被阻改 會被併成同一個部會 所以就是按照演化論的原則 我們現在還看到的部會 就表示它有它獨特的價值 那所以當它有它獨特的價值 你知道它是不可能放掉那個價值的 所以你唯一的做法就是導入一些創新的東西 來讓他們看到共同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因為受到剛剛講的這些思想的啟發了 所以我其實都完全存而不論 就是放盡寡號 就是說先感謝他們願意回應 那但是他們的這些爭點我也聽到了 我也沒有要猜試什麼 我同樣不猜試什麼 我就是逐字逐句的把它PO在網路上 那但是就很神奇 就是我們每一次PO在網路上面的時候 就會有各種各樣子的朋友們開始來提出意見 比如說PTT 八卦版LL版巴哈姆特 雅虎天晴等等 這些朋友們看到了這些稿子之後 就會開始提出非常非常多的建議 那通常像PTT的話 前四個推文的建議大概都是可以忽略的 就是帶風向啊 那可能他根本沒有看完內文 只看標題就開槍 但是到第五個推文通常都是很專業 可以帶一個回應這邊的 就是所謂專業的五樓 那為什麼五樓那麼專業 就是因為說 他是前四樓沒有看就推嘛 那第五樓他是第一個看過權威 然後還可以推的 他看得比別人快 表示他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他PO出來的東西 就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所以我基本上當時就是去各個不同的地方 搜集這些專業的五樓們的意見 然後把他帶回我們的行政院裡面來 然後告訴教育部說 這個在八卦版上面 有一位Peter Jackson他提到說 這個圍棋啊 現在也是一種電競了 因為圍棋都是在線上比了 然後訓練也是在線上 而且AI下得比也很好 那請問這位這個文化部的主密有什麼看法呢 他是會下圍棋的 那所以後來他就後來也承認 圍棋已經變成一種電競了 然後我們就說那別的電競選手就比照圍棋啊 因為文化部隊我會起有一些講著的措施等等等等 就是說透過這樣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一個轉念嘛 就是念頭的改變的方法 那所以他們就一個一個帶回去開會 那所以我就會不斷的一個一個再告訴網友說 我們現在協調到怎樣 還有一些沒有還有一些沒有 那網友們就發現說事務官都非常的專業 真的是非常的專業 那因為我們這些主字稿都有 就是十個工作天編修的時間了 所以不專業的部分都拿掉了啦 然後那對然後外面看起來就真的很專業 然後那行政院的各部會也發現網友們都很專業 因為不專業的部分 驚嘆好的部分我都把它拿掉 人生攻擊的部分都拿掉了 所以他們也發現喔 網友真的是非常專業 其實說明網友就是他自己嘛對不對 他下班也可以切換一個帳號去留言 就是說透過這樣不斷來回的方式 我們就把社會創新跟開放政府這兩股力量 試著把它接在一起 那我最後就是感謝大家就好了 所以我想在這裡就是可以看到一個point 就是說我並沒有覺得說我很英明 或者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辦 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斷地確保說 各方的意見能夠如實地傳達到其他所有各方 那在討論的過程你只能加上去 而你不能透過人生攻擊或什麼把人家撤掉 那這樣慢慢慢慢大家就會綜合到一個可行的 共同的一個見解喔 大概是這樣子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做一個訊息的接受者 對於王立強的新聞 一直沒有辦法分辨誰說的是對的誰是錯的 這整件事情都像是在物理看花喔 像請問我對王立強共立案的看法喔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就是我所做的這一套方法 就是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就是激進式的透明 radical 激是基本的激啊 意思就是說它是以透明作為原則 而不透明作為例外 意思就是所有我主持的會議 我全部都做了這樣子的記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然數位成文之後 我已經開了一千場會或者是會面 跟4737個人講的22萬8239句話喔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所有的 你看得到的都不是就是 summary 就是不是一個宗整的摘要 而是包含我們的同仁們啊 那後面今天也在會場的這個王子維同學 他的這個跟協調台鐵 我們今天昨天才開始這個試辦嘛 台鐵比照高鐵 讓同伴動物的就是籠子可以比較大 中大型犬可以上得去喔等等 所以這樣這樣子的做法就是它的前因後果 就可以給所有人看到 但是呢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呢 雖然是合法的但是是有它的限制 就是我們用的是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說 你搞階段就是我還在草擬 還沒有做成決定的時候 以不公開為原則 但是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得公開制 就是說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部分 那只要長官簽名同意的話 那你是可以像這樣子公開 那所以我在三年前加入內閣的時候 勞骨協商的三個條件之一 就是我所有主持的任何會議 它的公開對於公共利益都有必要 所以我就不用再欠也不用再問了 所有的東西都直接公開 那但是當時林全老師就也有提醒我 就是說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有國家機密的設定 那國家機密的保護 基本上就是它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 才能夠公開 而且國家機密法裡面說 任何一套資訊系統像這種系統 裡面只要混進了一具國家機密 那其實整套系統都會變成國家機密 所以這套就不能夠再試用 所以是有點像是有水 這個無法混合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任何的這個國家機密 機密的這些蜜件 就說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沒有問題 不能吃的那種蜜件 只要來我的辦公室 對只要來我的辦公室 我就直接交給我們社密的同仁 不管是外交部的或者是NCC的社密的同仁 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就他們處理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辦公室是有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機密的一個分級 那我們辦公室是每個部會可以派一個人來 我們辦公室 所以號碼相處國防部跟陸委會都沒有派人來 所以我基本上是沒有接觸到大家剛剛講的這個案子 那而且我們的辦公室也沒有可以處理這個案子的 function 所以我知道的剛好跟各位一樣多 可能比各位還要少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在 勞骨協商的時候已經做了一個選擇 就是因為我要做 就是因為我要做 所以我不能夠接觸到 所以我不能夠接觸到 大概是這樣子 有示威朋友們問說 今天在PTT上面看到 檢檢偵門IDCC網網 五入大阪 駐日代表出案 除了揍成一件憾事 且發現背後是有系統的散佈消息 或許是為了幫當時在日本的小夫脫罪 他現在好像還在日本 來另外想請問曾經想要在PTT上 像這位員工為官方聲明等的防副證明 怎麼樣看PTT這個影響力非常大的平台 是不是成為1450泛濫 9.2泛濫 五毛泛濫的真摯操武器 謝謝 我想PTT當然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平台 因為它不是以賣廣告作為引力模式 所以它也不需要開發很多 就是盡可能讓你在上面 看越久廣告越好的這種功能 那所以這個對於公共討論理論上是有幫助的 因為它不會花很多力氣去推銷一些東西 那精準投放也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平台 那精準投放在政治操弄上面 我們後來都已經知道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武器 所以就是說它內建的政治操弄武器的 Arsenal的彈藥庫 比起就是別的Escato的平台 事實上是少很多的 那但是因為PTT的歷史悠久 所以在上面帶風向也已經形成了一套學問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最主要的倒不是它的訊息的增加 而是它的就是一個人集體操縱很多假帳號的 這樣子一種能力 那所以就是現在PTT有所謂的英靈店 就是常常會被清除一串一串的這個 就是互相串連的半自動化操作的這個帳號 那所以就是在這上面是不是有所泛濫 當然是有 不然是拼一拼那些帳號哪裡來的 對那但是他們是不是有效的正在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也有一定的效果 就是我想最有效的就是 我們說這個看遠截流嘛 這個截流的部分就是確保 事實上是截遠 就是讓這個大家的新註冊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註冊的 那PTT自從就是偵測到有這種大規模的操縱 許多個帳號的情況出現之後 它其實就把新註冊的這個後門關閉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不管在寫再多的連算法去清除 再多的這種就是加帳號 那只要它還能夠註冊新帳號 而且新帳號這個審核還是人工在審的話 那它就不scale 就是說你很難靠一些審核的這個占物站長 去確保說新來的帳號都不是假的 它很可能是人 他就把帳號密碼給出去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沒有辦法杜絕的情況下 他們目前就是採取先管制 就是沒有辦法有新的帳號 然後再慢慢的開始去找 就是大家的上班的pattern po文的pattern等等 然後一批一批的請 所以我是覺得PTT的帳號有在注意 也有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也就是 像他們也有試一些做法 好像推文跟po文的時候 現在都會附上所來的地方的那個國籍 那不過這個好像 就是很快的大家也就找到了 就是做跳板的方法 所以其實都是 就是 雙方互相軍備競賽 但是我覺得最有效的 解決的方法 還是大家aware 就是理解到說 確實是有遊戲統的在帶風向 有遊戲統的在操作這件事情 然後呢不受他們影響的繼續 就是論事的討論一件事 那這個不只是在PTT 在所有其他的 就是 Social Media 社區媒體上面 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社區媒體 它要能夠 Pro Social 或者它要Anti Social 它是一個 Design Choice 就是你在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想在裡面的 那我覺得PTT 還是有Pro Social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也是很歡迎啊 它是Open Source 如果大家有想到什麼 想法能夠去讓大家 更Pro Social 更不Anti Social的話 它的程式 在Github上面有啊 就很歡迎開個issue啊 這個幫忙貢獻一下 因為畢竟它是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說 這個Social Media的平台 是大家都可以貢獻 也是大家都可以 去想新功能 去開發新功能的 那這個同樣的 也跟就是F開頭的等等的 就是Social Media 就不是那麼相同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保留著 這樣子一個比較 神聖樂觀的一個態度啊 去希望說PTT 在大家的鄉民的祭祀光影之下 雖然我們知道是非常 就是多的 這些假帳號的 集散的地方 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不用去解一些練習題 我們隨時都是 時代演練 大概是這樣 有14位可能問說 如果蔡英文未得已連任啊 未來會想要做什麼 其實我在2014年底 就已經開始跟陳真要合作 而且當時是 一次花了就是三場 研討會吧 就是跟所有台灣12職等的 專業的事務官 就是蠻高的職人 局處長啊等等 去認識 那他們也都很想要學習說 在就是太陽花運用的時候 到底在街上的朋友們 怎麼樣運用一種 當時還不知道比Water 但是總是就是 比較有效的 互相溝通的一種方法 在互相溝通 所以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整個2015年大概就是 已經是在做 跟現在做幾方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在 調度各種部會 不同的價值 那當時也處理了很多案子 比如說UberX 那Airbnb案 等等 那所以 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一個協調的功能 其實並不是依賴於 我是政務委員 或者我不是政務委員 我是政務委員的好處 只是說 我可以就是全職投入 這樣子一個工作 不用另外再就是 找別的工作 那也可以確保說 我的就是做的工作 不會被我其他的工作 distract 就是我可以每天 就是只想這件事情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我並沒有用哪些 只有政務委員 才能夠用我的權利 那所以我覺得 無所謂 就是 就是當然 我是很支持的 就是蔡英文 這個現在好像 不管哪一檔的支持者 都要說 唯一支持蔡英文 也是很不容易 對 我當然是 覺得唯一支持蔡英文 但是 就是我想 就是 無論連不連任 我是覺得說 就是這樣子協調的工作 是任何 包含在場的各位 都可以做的 只要你 把自己放在一個 就是願意 take all the sides 然後讓大家理解到說 因為那你可以保持一個 就是 在主持的過程裡面 充分顧慮到各個厲害關係人的意見的這種態度 那這其實是一套方法論 那你用這樣子的方法論的話 就像我們這個福克所的五位同學 來我們這邊工作的時候 我們說數位政委 就是不只一位政委嘛 那就是多了五位政委啊 然後 就是去調合各個不同的部會 對於 我記得他們中間有個project是做那個台灣一站式登山申請服務啊 那這個不要以為它是非常這個簡單的一個case 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困難的case 你只要按聯絡資訊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它後面Stateholder是非常多的營建署 每個營物區 每個山屋 每個不同的營地 警政署 自然保護區等等等等 所以其實 這個網站 它雖然看起來只是一個網站 但它是把很多不同的邏輯 就是不同的業務單位的邏輯 全部都放在同樣的一個服務體驗的流程裡面 讓大家 不需要再去背說 這裡面哪些是山屋 哪些是營地 哪些是保護區 哪些是需要入山鎮等等等等 而是可以整合到同樣一個流程 那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非常需要 這種take all the sides 的方式 去照顧到裡面每個player 包含這些局處的廠商的需求 讓他們安心說 我們沒有要拆掉你們本來的網站 沒有要拆掉你們本來的規則 我們現在只是有一個類似一個 就是代辦吧 能夠去幫忙這個 是入座入園深圳跟行程的朋友 從他們的需求出發 而不是從大家的管理規則出發 但是我們並沒有要換掉 或者改變到大家的管理規則 所以一直保持這種就是 take all the sides 的這種態度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做 相當於是為真偽的 這樣子一個協調的工作 所以我想 未來還是很願意繼續擔任 這樣子的工作 好 那有1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一路資訊人 在每天有許多時間可以安排的情況下 通常如何安排時間 如何決定事情處理的先後順序 在反眨失誤重度的情況下 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習上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不過事實上是三個問題 但是好不好我們就按照三個問題的順序來回答 那怎麼樣安排時間 其實我每一個禮拜的禮拜幾的那一天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非常固定的節奏 好比像說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在禮拜三的時候 我就一定是在這邊 除非出國了 那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在這邊來接觸 社會創新的想法 那只要對社會創新有想法 只要它能夠扣合任何一個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的目標 就是這17個之一 要講得出來是哪一個 那你就可以直接book我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直接聊了40分鐘 那當然唯一的對價 不是錢嗎 各位已經難過水了 唯一的代價就是說 我們討論的過程 必須要公開上網 那這是每個禮拜三很固定的一個節奏 所以禮拜三大概都有可能十個人左右 常常十幾個人 會這樣子就是跟我有一些具體的討論跟溝通 那禮拜四的話就是開行政院的院會 然後跟下午的話 開那個科技匯報的周會 那所以在討論的就是一些就是國家的政策 或者是接下來要怎麼樣子去把科學跟技術的發展方向 去進行界定啊進行討論 那這個就比較像是傳統上大家覺得這樣會做事情 不過我一個禮拜只做那麼幾天啊 那在禮拜五的時候就是擔任一個召喚手的一個概念啊 就是任何人在join平台透過聯署 或者是透過我們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 或者是透過我們的就是各部會的開發社會聯絡人 好比像說我今天才在Facebook這個有一個po文嘛 就是小米郵寄啊可能有人聽過 對這位朋友啊他叫米爸 然後當時就是透過聯署的方式去爭取說 高鐵都可以讓這個中心圈上車呢 為什麼台鐵不可以等等 那所以只要他提出來 我就會被召喚到就是他所相應的那個地點 好比像說這個我就是被召喚到台北車站 對那就是在台北車站的 直接在那邊啊 在他們就是台鐵管理局的大樓 討論這件事情 那當然最後是成功了 就是我們昨天就開始試辦嘛 那但是如果他在討論的是好像漁港要釣魚 那我就會被召喚到拔鬥子漁港 如果在討論的是恆春的就是醫療的後送的需求 那我就會被召喚到恆春 那甚至澎湖南方四道岸的時候召喚到澎湖 所以就是禮拜五就是靠大家的這種疫情設定 然後把我召喚到最適合他的那個地方 然後讓各方的朋友們一起其次廣義來開 我們叫做協作會議 這是禮拜五 然後禮拜六的話 基本上目前通常就是拿演講 然後還有記者的採訪等等 那禮拜天是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然後禮拜一的話 就是像今天啊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我禮拜一是比較空的 就是禮拜一通常就是跟我們的PITES的朋友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朋友一起吃個午餐 那吃午餐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很多想法冒出來 那我們的辦公室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是每個部會 可以派一個人組成的 那但是每個部會也不能派超過一個人 所以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說 32個部會 32個價值 那當然有一些不是不會派的 好朋友就會秉論 就是之前瑞的見習生 那他實在是就是很厲害 技能術這個亂點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行 所以就後來就實習先轉正了 就變成我們的朋友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的共同工作的夥伴 所以大概一半多一點點是個部會派來的人 另外一半少一點點 就是各路的整個朋友們 所以加在一起 其實就是大家光是一起吃過午飯 然後大家一起看看我們的看板 然後呢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運用我們這個由資安處所檢測過的 非常非常安全的一個系統 然後來一起訂便當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講這個地方創生的基礎就是 固定每個禮拜一起吃點東西嘛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透過這套資安處認證的 非常棒的一套系統 是同仁自己開發的 對 你只要一會寫JavaScript就可以了 那資安的部分 整合式登錄的部分 記得我上次點什麼的部分 他通通都直接幫你處理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行政院附近80塊可以吃得到的地方 大概有哪些 我們的各自同仁點了什麼啊 處長這個相關的朋友們點什麼 這應該都無設各自吧 但我們就說 我們就可以在這樣子一個很歡樂的氣氛下 然後去一起來討論說 那接下來一個禮拜 大家想要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那就像大家知道 我是不下財事的 所以我所有做的事情 如果有學過敏捷開發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敏捷教練的一個角色 去確保說大家有把卡片 就是分割成正確的大小 然後就是如果卡住的部分 可以怎麼樣讓大家彼此之間不要卡住 然後我們之前透過就是 暴雪人天安的漫畫 成功圈了一批粉 那所以我們現在正在透過這個 故宮安的這個漫畫 我希望能夠圈到更多的一批粉 所以就是目前這個漫畫的形狀 對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作為這樣子看板 這不一樣就是跟Trailer是完全一樣 實際上就是招招Trailer的 這樣子一套系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各個部會 願意公開他們的 正在發想的事情的朋友有哪些 還有就是哪些正在線上 哪些不在線上 不管他們物理上面在哪裡 然後現在正在做到哪裡 現在卡在哪裡 那我們上次就是 福克所有同學們有來的 這個第三期 瑞的這個網站 目前有哪些代辦事項 哪些需要補期啊 等等等等 所以禮拜一大概就是透過一起吃飯 然後一起把每一個大家在做的事情 當作一個social object 當作一個大家可以繞著他討論的一個社會物件 來確保說各個部會派駐在我們這邊的朋友們的能量 還是還是訪在就是互相加強的這個地方 那每個禮拜當然看板就不斷的往右移嘛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 對那是禮拜一的工作 那最後禮拜二的話 我就會去巡迴 那像剛剛講到的就是新竹縣保生巷啊等等這些地方 就是透過巡迴而來 那所以每一次巡迴的時候 我就會去一個離高鐵稍微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去實際聽當地的朋友們 對我們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批評指教 有什麼新的新的概念 那雖然我是一個人去那邊 跟最多幾位幕僚 但是所有相關的部會的十二個部會的科長級以上的朋友們 其實都在台北的社創中心 或者是另外四個不同的社會創新 實驗的一個據點 那就是台北 台中 桃園 高雄 台東 花蓮 的這些地方 那大家就會實際好像一個金銀鋼一樣 就是實際看我在這邊跟在地的朋友們討論 那所有他們能夠接到的求 所有能夠解決的問題 就不需要聞來聞往 不需要寫一樣的公文 他們就可以直接聽的時候 當場就解決 那因為我們 電影寬屏是人權嘛 所以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透過這樣子的投影 那也有個兩分情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中央的公務員不在世 好像也晚很遠 兩個月只回一次公務員 就還看不懂 在這樣一個情況 而且大家都可以用everyday language 因為當你在一個房間裡面聚集的這些專業人員 從各部會來 但是他們專業又都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用一般長民的語言來講政策 那所以當他們真的解決問題之後 他們就會有credit 那如果他們就是不小心一句話 熱鬧消滅 literally消滅 的話 那我 就是只有我在那個想嘛 那所以其實我會承受全部的風險 所以就是因為你各的螢幕也擋不到人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以前是公務員如果有做好的話 那credit都是部長或者政委 或院長的或總統的 那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部長永遠都可以回去怪公務員 說是公務員辦事不利 那所以創新對他們就沒有什麼誘因 但是透過禮拜二的這種巡回 座談社商的方式 其實就剛好顛倒 就是他們當場解決一個問題 勞動合作社 進入採購流程的問題 這個補充短費的問題 什麼問題等等 當場在地的朋友 就幫他們鼓掌 覺得說公務員真的是很專業 而且替我們想 那但是如果他不小心一句話 熱鬧消滅 那我會吸收全部的風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也是很棒 那所以我想這個先後順序 就是大家來設定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每一天其實都可以看到說 是所以 就是我的議程完全是靠大家來設定 就像我今天要講什麼是靠slido 來設定一樣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學習的東西 就是現在大家關注的 現在大家關心的 比較多人關注我關心的東西 所以也可以說我每天所有的工作時間 都是花在學習上面 這個這題字比較多 太好了有人舉手 一直在等有人舉手 那可不可以傳一下麥克風 看要不要幫忙一下 好 好 好 觀眾朋友你好 我是人設22的陳欣婷 然後這比較偏向個人的疑問就是 我對你的了解不多 然後可能對你的資訊可能就來自網路 然後那些覺得很厲害的描述 甚至我確定就退休 然後我是一個很厲害的hacker 然後剛剛也有講到可能你有出國留學的經驗 然後就是我剛剛就是還了一下你的維基百科上的內容 你把你描述成一個就是很厲害的人這樣 然後在這學期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是人設學生 然後就是有上到一些有關於是自由主義的東西 那在心自由主義下就是每個人都被視為是一個小小的企業家 然後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企業 應該要就是好好經營自己的企業 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就是很厲害的人 那在我的眼中 我不知道在大家眼中是這樣 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你現在站在台上 然後跟我們分享就是你的想法 然後你的經歷 你就像是一個很成功的個人的企業家 然後其實在台下看的時候 或是有時候看到身邊的人 身邊那些很厲害的人的時候 心中或多或少會有一些焦慮 就是看到這些厲害的企業家們 然後相較於自己的狀況 就是可能你管理時間的方式 你學習的方式 你好像一直以來好像都很知道要怎麼走 那當自己的在生活中的狀態 或是讀書的狀態經歷比較大的混亂 或是在交友的狀態經歷比較大的混亂 在印照各位這些就是成功的企業家 都會覺得自己很不好 那我覺得在普遍 普遍現在可能在台灣的學生也會覺得 學英文是就是很有競爭理的 然後可能需要出國去看看世界這樣 然後自己有時候也會思考到底要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一方面也會覺得這並不是來自真的很強烈的內在動機 而是這個社會告訴你說 你應該這樣做才會是一個成功的自我企業家 對 那可能又加上我是就是讀人設的學生 所以在可能未來的工作 然後或是相較於其他清大其他科系 我會是比較會被看不起的對的科系這樣 然後想要問他們會如何回應你這樣的想法 謝謝 我先確認一下我聽到的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被描述成一個企業家 因為畢竟就是行政員從各種角度來看都是合作社 就是大家有缴設費然後約人一票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就是我的一個目前正在共同創業的一個朋友 叫做Glenn Weill 他所形容的先知主義有主義底下一種意識形態 叫做atomized liberal and objectivist naive epistemology 就是alone的意思 就是每個人好像是一個原子一樣 然後雖然看起來很多自由 那看起來也非常的客觀 但事實上是一種非常傻非常天真的一種認識論 那簡單講就是然後過度化約成個人的effort 就是個人做的事情 好像就可以如果有看Aaron的話 就是那一套吧 就是什麼亞特拉斯總總監的那一套這個講法 那是一本書 對Everstruck 對那但是這邊的一個比較批判式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我們宣揚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即使我們講的都是真的 那難道不會造成一種conformance pressure 就是一種社會壓力 好像大家即使是不想往這個方向發展 也會被迫往這個方向發展 這是有點像第一個問題 我聽到的 那第二個是說 特別是在講出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出國這件事情 它畢竟有一定的經濟的門檻等等 那去一味地鼓吹這個是不是一件好事 這是我聽到第二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在所謂的科系的選擇上面 因為這些它當然後面有一些預設 那這些預設都是有一些比較實用的科系嘛 那但是比較靠近人文的社會 或甚至liberal arts 其實我今天下一場演講 是去音樂藝術那邊的學院 那所以也是情話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在好像相對的選擇上面 會好像被一個標籤化的情況 好像說你所學好像不能完全直接扣合到 這種性質主義的意識形態 我聽起來大概是這樣子的脈絡 如果不對的話請請糾正我 其實最簡單來說就是我內心有些焦慮 然後就是我內心有些就是因為 就是我我同時可以意識到 我不用這樣想 就是不用看每個人都覺得別人很厲害 然後我知道我要可以找到自己的步調 就是我同時知道這件事情 但同時這個焦慮又會在我心中 就是不斷的發生 所以會想要就是請 會想要 會好奇唐控委員如何就是看待可能是這樣的焦慮 對這樣的想法不斷發生 然後對想要問這方面 然後就是再講簡白一點 就是可能我需要來點心靈雞湯 心靈雞湯 OK沒問題 好 OK 那也不用我 我很歡迎 OK好 對 那 對 通常我之前如果碰到有這個 成就焦慮的朋友 我就會 我其實很喜歡翻譯詩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詩人 叫任德可 他有事沒事就會這個 寫一些很有心靈雞湯作用 這首歌 對 然後內建療癒技能 對 對 對 我也想這裡 這裡 有一個point 就是說 我看一下哪一個point比較好 對這個point 對 它其實是有一點像是聖歌 雖然不是基督教的 Anyway 對 好那我就唱一段好了 對 好 既然就是要唱 就是 這段是 A longing of the branches to lift the little blood A longing of the artery to purify the blood Let the heaven spirit the penitent show them Come healing of the spirit Come healing of the limb 對 那這段其實 其實我有事沒事有成就 對 那這段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就是 對 我每一次就是 就是 有一些比較被成就造力 這個 攻擊的朋友們 其實就是 我覺得前面這個我翻成 枝壓的渴望 將嫩壓底巴 動脈的渴望 將血液進化 它在講的就是說 不管你在做的事情 是需要慢慢的賠力的 像很多人文的社會的 尤其是文化的工作 那一代可能都看不太出來成效 像我們 當時做那個 生命國家型科綱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說 要六年才能夠實行 而且看到功效 可能十六年以後 才看到功效 社造也是十年 二十年才看到功效 那這個都是 不會在你的身上 發生的效果 就是枝壓的渴望 叫嫩壓底巴 是在嫩壓身上 才會看到的效果 不會在枝壓身上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提醒 就是植物的那個 那個節奏嘛 那當然有的時候 人設的另外一個特長 就是社會運動 也是會做一些激烈的運動 的一些倡議嘛 對不對 至少會倡議嘛 OK 那社會倡議 同樣的就是 它並不是為了要復仇 或者為了要達到什麼 它是to purify the blood 就是說去讓 可能本來大家卡住的 思路沒有辦法到那裡的 思想到那邊 就被禁估出來的 的這些部分 能夠去透過代謝 透過動脈的這個力量 去讓這個協議重新長通 我想 就是這兩個都是在說 我們不是 就是為了 剛剛講的 新鮮的主義那種 就是個人的career path 因為個人的career path 不管是在 跨代的文化的視角 或者是在當代的就是 集體潛意識的那種視角 就是分別植物跟動物 這兩個視角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你越累積到自己上面 可能未來的能動性 反而就越少 那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是非常成功的創業 然後也公司非常非常大 然後 但是就好像一直被困在 他很年輕的時候設定的 那個工作的路徑上面 他等於年輕的時候太過成功 然後就把自己的未來 就綁到了一個路徑上 因為就是公司就放不下 那最後才確定說 他公司可以賣掉 可以找人二代接班 可以做什麼樣的接受 可是中間可能三四十年 就這樣過去了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你珍惜的是 你自己的能動性的話 那其實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往內做的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素養工作 就是去看說 不是大家畫好的跑道 然後每一個跑道 好像就是要比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這個競爭 就是所謂競爭力的教育 大概就是講這個嘛 也是造成很多個人競爭的這種 剛剛講的那種alone 就是每個人都是自己一個 人生軌道跑者 然後旁邊就有很多人數 不要輸在氣泡點上等等 但這個其實是來自於 大概十幾年前 99課綱的時候的一個 翻譯上面的一個錯誤 就是core competency這個字 做一個教育理念 那其實在全世界的 對他的理解都是內在的距離 就是核心職能嘛等等 就是核心 我們現在翻核心素養 核心能力等等 但是在當時如果去看 國教育園的雙語詞書的話 當時就是我們資訊科學的前輩 不是我的 但是就是順帶道個歉好了 就是我們資訊科學 皆把它翻成核心競爭力 那core competitiveness 等於是說把競爭力跟素養 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當然你有素養 也許有競爭力 可是你有素養 但是不想競爭 那還是有素養啊 這兩個概念把它混為一攤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從99課綱以前 就開始有很多這種 所要培養核心競爭力 不能輸在氣泡點上 這種東西 那是來自一個 對core competency的一個誤解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 星課綱當然是把這個翻譯翻回來了 就是回到核心的素養 那就比較像這首詩裡面所講的 就是你在 你開始找到你的渴望 就是你想做什麼 那就好像大家都還在 勉強祈禱的時候 你就轉身 然後跑往自己想跑的那個方向 那這樣子你就贏在祈禱點上 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你就是第一名啊 對 然後 那所以也不可能有什麼成就交流 因為就沒有人在做這件事嘛 對那但是不管你在做 做的是哪個方向 其實你後來就發現說 會有很多起跑點不一樣的人 然後聚集到你也想要跑的那個方向 去組隊打怪 那這個時候才不會受到你一開始 出發的那個時候的 呃 隊友或者是鄰居 或者是同學 或者是文化的限制 而是真的能夠跨不同的文化 來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 所以我不是覺得 就是這種焦慮是真實的 因為就是整天只要有 競爭力這三個字 大概就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轉面嘛 去想說其實重點還是 內心的這個素養 或者說渴望在哪裡 那有的渴望 才會有所謂的自發 才會有的autonomy 那從那個去 快文化的舞動 然後達到功耗 那這這這這條思路就是 其實是比較順的 那所以 我是覺得這不是一個就是 你自己碰到的問題 任何受到精神第三個字 影響的人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我還要講 就是說其實我在德國一年 並不是去那邊真的學什麼 主要是到一個新的社群 然後這個社群大概都是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 然後以及很支持他們的一些 歐洲的教授們 那這個社群跟我以前在台灣 關心的可能比較是環保啊 主婦聯盟啊 這個相關的什麼社群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環保的 就是環境永續的一個 關懷的渴望 那但是我到德國的時候 是社會公平正義 尤其是民主治理的這樣一種渴望 那這兩種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但是有很多可以交互參照之處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不一定要專門做這個 或專門做那個 是可以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 這樣子 剛剛後面有位朋友舉手 請可不可以傳一下麥克風 唐正瑋您好 我是補科學生 之前有參加你 REY3.0的其中一位 那我這邊有一個 針對以前初所說 公民參與的救援平台的一個問題 因為目前我們在研究 救援平台上後續討論的一些機制 那原因是因為目前 這項目的提案 經過五千人服役之後 整個提案流程 會在政府回應之後 就機關主責機關回應之後 會停止所有的底下的功能 但是民眾還是可以在三天內 在底下留言 但我好奇的是 因為民眾如果在三天內 就停止留言 基本上這個提案 在整個Join平台上的後續討論 是不是有更多的設計客 謝謝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很清楚 我們在講什麼 但是大家不一定那麼清楚 所以我還是 只是把Social object 開起來好了 這邊在講的是 Join平台裡面 就是行政院的部分 一個叫做提點子 我們可以看到已成案提議 然後就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 到底最關心的是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好比像說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結構性的問題 好 獸醫得合法使用人 要一直動物動物 動物質醫療 要做獸醫來專業把關 那這邊所看到的就是說 他當然有很多贊成論點 然後有很多的反對論點 那但是所有的這些討論 在就是機關綜合回應說 好我們部分參財 我們會做這個規範 那這個規範在接下來 就會公布了等等 的這樣子一個發言之後 其實大家就 就是在三天之後 除了如果你是原來的提案人 還可以有些問卷 什麼可以提案之外 如果你只是覆益人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在底下 再進行討論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子嘛 那原因是兩方面的 就是其實各位可以看到說 這個設計是 我們是抄那個 Better Recavik 就是有一個冰島的首都 Recavik的執政黨 叫做冰島最棒黨 然後 對 那就是 然後他們就做一個公民參與品牌 叫做Recavik更棒 對 那所以反正就是一個很棒的黨 對 好棒棒黨 那這個好像志祺七七在他的搞笑政黨裡面 也有提到 對那總之這個好棒棒黨 他們在做的這個就是 Recavik更棒棒平台裡面 就是有這樣子一種 Pro and Come的討論的機制 那為什麼我們當時 從他們那邊拿這個機制過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按回應 以前大部分討論版都是會按回應的 按了回應的話就會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的話時間最多的人贏 那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那但是我們像在 Slido 像在這個join平台 我們用的都是沒有回應的 那但沒有回應的話 跟他相對的論點 怎麼樣確定不會被洗掉呢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你應該分成兩難 一欄是知識的看法 一欄是其他的看法 然後可以upvote跟downvote 就是去投證票 就是退跟虛啦 簡單講 那推文跟虛文在這個上面 看起來還沒有那麼清楚 這個爭議比較大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 推文跟虛文是 稍微比較激烈一點 推文有1152個 那所以就是說 這邊暫停評論的原因是說 就好像說這場演講之後 就是我會看大家的留言 但是我就會把這個留言關掉 並不是說技術上我做不到 大家每一次留 我就再回過頭來回一次 這個技術上當然是做得到的 但是因為大家 已經不會有互相推文的 這個團體動力 大家都已經在忙別的了 所以我其實很難知道 他每一次的推文 他的相對重要性是多少 像在這邊 我們都還可以透過他 推跟虛的次數 以及他的就是留言被highlight的頻率 等等的這些方式 去很系統性的知道說 我們要把哪些 提到這些機關參賽的地方 但是如果就是這個界面 他綜合回應關掉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人 不會再回來投 那這個時候就很困難 就會變成是我們要嘛 就是每一個來 來投的我們都得回應 要嘛就是我們得想辦法 再找到新的 綜合回應的方式 所以我們後來的討論就是說 那如果你對這個回應不滿意 你可以把你不滿意的 那一個部分挑出來 然後呢 開始再去提一個連署案 然後你可以動員 就是當年動員的那些人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有一些案子 是他解決了一部分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把沒有解決的那部分 再繼續提 再繼續提等等 那好比像說 有一些很常見的 好比像說這個機車相關的 這個就會不斷的回來 或者是動物權益相關的 也會不斷的回來 公務委員的權益 也會不斷的回來 然後等等 那像這些都是 我們也知道說 他提案 不是最後一次提啦 那好比像說 像台鐵增設寵物車廂案 其實這個提案人 就是之前在 什麼國家公園 跟森林園區裡面 也要能夠開放 有打晶片的 就是同班動物 一起進來的同一個人 所以就是說 我想這個 他比較是社會倡議者的一個 結集跟他力量 方向一致的朋友們的 一個類似條板 所以 重點倒不是 每一個單獨的案子 而是說 每個案子他能不能夠 去把它的 綜合討論的動能 帶到下一個案子 再帶到下一個案子 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在設置界面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鼓勵他 很具體的 把還沒有處理的部分 再提醒的案子出來 而不是說 回到舊的地方 每個人都還要再回去 回到當年的脈絡 但是其實當年的脈絡 已經解決一部分了 但是在這邊留言裡面 你很難看清楚說 哪些是在當年的脈絡回的 而哪些不是在當年的脈絡回的 那所以以上是 我們有考慮到的一些 就是接觸點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說 那我們可以在 考慮到最後一次中整回應之後 我不知道 這邊輕盤再來一次 或者是說 在它的中整回應底下 提供討論區 或者怎麼樣 我現在隨便想 就可以想到一大堆 但是大概不太work 所以說如果你可以想到一些 比較work的 那我們有一個beta點join 就是我們可以 把你想出來的這個想法 因為其實每一個頁面 你知道內簽一些CSS 跟JavaStream就可以亂改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 在join裡面沒有的東西 比如說參與式預算啊 提案地圖啊 各種各樣子 這個就是 在測試環境的 就是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這種類似沙盒的這種 界面的想法 其實都還是很歡迎提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 請這個眾議員的單位 就是國泛會的資管處 跟廠商拿你的這個mockup 然後我們再beta看看 看看大家感覺怎麼樣 那如果大家感覺說 這樣還是會無止盡的 好像回到這個 一直爬就文的討論畫面 可能就沒有辦法 被合併當真實級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 就是讓大家 既可以了解到這個 已經處理到一個階段 但是又可以就這個階段 就是類似的討論 等於UI的話 其實非常歡迎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 把這個拿入進來 這樣 以上 謝謝 OK 好 那看還有沒有舉手發問 有 在你後面 對 湯瑋你好 喂 湯瑋你好 我是課堂所說的學生 然後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像我們今天科技法律研究所 我們也常會研究一些 就是新興的科技 然後你也有在 就是德國資深訪問有提到 就是台灣現在就是 在轉型跟發展 就是數位的科技經濟體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些 研究過程中 我其實會覺得我們好像 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疏離者 就是我們會疏離這些 新興科技跟 就是法律的關係 然後也會回到 傳統法學上 可是我們通常會面臨一個 很大的矛盾就是 這些科技都還在發展之中 像有些什麼區塊鏈大數據 然後或者人工智慧 醫療科技 其實都還在 在走 所以我們會陷入 如果我們現在 到底是應該要去立法 或是在解釋 法律解釋上 把他們納入現行的法律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阻止這些科技的發展 可是第一方面就是 如果我們都什麼都不去做 就是我們只能夠看到 我們現在印象到 他未來會發生法律問題 然後我們只能看著他發生 就是我們在這兩者之間 其實會不知道 應該要怎麼樣去取捨 那想請問 就成為 覺得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 法律人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謝謝 謝謝 我這個是一家之言 這個不代表我們行政院 但是就是 我自己協調的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我剛剛有講 每個禮拜三大家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有時候是人類來了 有時候是機器人來 那像這邊是三台機器人 那他們是自駕車 那這也是一個新型議題 無人載具嘛 那但是他們是三輪車 意思就是說 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速度很慢 雖然同樣是說跑得快 但是其實就是跑得很慢 那所以撞到牆也不會怎麼樣 都不會怎麼樣 對 那所以這個概念其實 在我們Continental Law 其實不是很好實作 但是我們想辦法實作嘛 就叫Sandbox 就是創新實驗條例 那我們目前當然已經有 好比方無人載具的Sandbox 這個是已經立法的 那或者金融科技的Sandbox 這個也是已經立法的 那或者5G的垂直實戰場域嘛 這個已經快出來了 那或者是像平台經濟 那就是用一個法規 就是國法會去處理 那所以即使是在就是成文法系統裡面 我們還是想盡辦法去說服立法者 說有一些就是您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先給它一年左右的時間 讓整個社會看看 到底什麼樣子才是符合這件事情 進入我們社會的社會常規 我不知道Norm現在你們翻成什麼 我是暫時翻常規 就是社會常規 那有了這些社會常規 我們才可以告訴就是進場的這些朋友們 就是這個市場 說你如果去製造一些符合社會常規的 那大家就會買你的服務或者是產品 如果你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話 那你會被社會抵制 那這個並不是靠法律 但是在台灣社會體制都比法律厲害了 所以被社會體制都沒有什麼活下來的機會 所以這個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社會常規 就可以去做social sanction 那這樣子的話 它自然就會改變它的architecture 就是它的code 就是它的寫程式的方法 它的參數等等 那這個在自駕車是很好的例子 我待會會去這個例子 那等到在演算法這邊確定之後 我們再把演算法這邊確定的事情寫到作用法 或者甚至寫到組織法上面 那就是最後law的這個層級 那當然這個law出現的時候 它一定不會是 這個程序就是會需要時間 一個沙盒程序可能一年到三年都有 所以我之前有用過一個比喻 就是說好像就是norm 社會的演化 因為新的科技加入 它一直是跑到前面 那但是法律呢 就是有點像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有一個很安全的間鋸 你就是跟著它 那跟著它 你不能說它 你落後 因為落後好像是它 它絕城而去 然後你這個 完全看不到它的車尾燈 不是這樣 你剛好就是保持著 剛剛講一二三四 兩輛車的距離 就是一直去跟著它 那跟著它的時候 你並沒有落後 但是你也沒有朝前 就是你一直在看著它 有沒有開一半 然後就撞到哪裡就爆炸了 它不適合這條路等等等等 那然後或者它開始分岔了 就是這套車開始有不同的做法 你也可以看說 它跟旁邊的環境的配合度等等 那因為你落後 不是落後 在騎後 兩個車身的距離 所以你都一定 還是有足夠騰挪的空間 就是這邊如果造成社會的爭議 如果這個在社會上面 有很大的backlash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 你不需要動到法律 你就可以先在norm這個層級 先坐下來問說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了 那大家覺得這件事情發生了 它的問題在哪裡 root cost在哪裡 像這個無人載具 我為什麼很常用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它這個norm base 是一個literally norm interacting with market 因為我們在社會上中心旁邊 就是建國flower market 就是建國花石 所以它跟市場是真的有互動的 那建國花石就是 我記得當時MIT Media Lab 剛拿這些自駕車來的時候 就是說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是購物車 不是超市Welcome 那種購物車 而是自駕車 你坐上去說 你要到哪裡 他把你載到哪裡 但他就說 其實他們不想要這樣子 他們想要他當購物車 就是說 在建國花石裡面買的時候 他希望能夠 Hand Spring Shopping 就是他買了之後 就可以放到購物欄裡面 那這台車應該可以 一步一驅的跟著他們 然後其中一位就是說 他們看電視 知道自駕車能夠 form a fleet 就是有車隊 其實那個應該是卡車吧 還是貨車 但是反正他覺得自駕車可以有車隊 所以他可以變成一個正行 就是說 他快滿的話 他就稍微往後靠一點 再召喚一台空的來 那空的就可以跟著他旁邊 他就繼續購物品 然後滿的就一直跟在後面 變成一個車隊 然後他買到最後都還是很高興 雙手都是空的吧 對那最後也許坐上去 他可以載他回家 可是這個是 secondary use 而且事實上這個 journey 其實在那裡就可以結束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找計程車上車了 他全部想要這台車的目的 只是在建文化車 是裡面可以 hand free shopping 而已 那像這種想法 其實就不是 MIT Media Lab 當時可以預料掉的 因為博士本可能旁邊沒有見過 是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feedback loop Literally between norm and market 的這個 feedback loop 我們就在這邊有了 好像三場 就是 Mobility Hackathon 那北克大的朋友們也都進來改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你如果要改成 就是車子跟人的 這樣子一套服務流程 整套這個就是 Hardway也要改 你要改成兩個眼睛 你要能夠讓旁邊的人知道 你正在跟哪個人 然後能夠要看得懂 一些非語言訊息啊等等 然後甚至就是 你要讓誰過 不讓誰過的這個 formula 這個也要改 因為在建文化車裡面 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當你辨識到那個人的 就是可能年齡啊 或者一些profile的時候 你要決定你要先讓誰 這個就是通過啊 然後如果你非得撞上的話 要撞上誰啊 即使是不會撞上他 但是非得撞的話 你要撞上誰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這邊 大家的consensus 就是按照線上的 跟這種實體的互動 都是說這個長輩可能移動比較慢 所以你要先讓長輩通過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 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或做冷藝的朋友們 然後可能是懷孕的婦女 那最後才是小朋友 這樣子 你覺得老弱婦孺了 然後這個程序 然後呢 但是在Boston 他們那邊跑完全一樣的 一個simulation的時候 剛好相反 就是你怎麼樣都要保護小孩 讓小孩子過 那老人就隨便 這樣子 所以就是簡單來講 每一個地方 有一個不同的社會常規 那你如果不去 讓這個社會常規 有一個討論顯現的 這塊安全的測試空間 就是所謂沙爾的話 那很容易說一個 從別的文化來的 很符合他們常規的 創新過來之後 就變成類似像 洪水風船這樣子的感覺 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先從 在地的常規出發 給在地的常規一段 就是互相共同創造這個機會的話 像我們現在剛發出第一輛 這個無人載具的測試車的車牌 那接下來應該就會在 然後新一路靠 就是台北新一路靠市府 基隆路吧 那邊公車專用道上面 那現在半夜有交管的時候 然後慢慢爬的時間放寬 然後慢慢就會開到 甚至時速30公里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 這個幽靈工程 在那個公車專用道上面 跑來跑去 其實不是幽靈工程 因為其實駕駛座上還是有人 只是他手沒有放在方向盤上 但是他還是要踩煞車 如果有必要的話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為什麼是這個仙 然後接下來好像是 愛河上面的太陽能無人船 為什麼是這些仙 就是因為第一個 這個地方旁邊人很多 不是我們幾個人 關在彰化那個車架的測試場 就解決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都可以看到 而且都可以出主意 就是眾人知識 是眾人注資 Social participation for social innovation 那第三個就是說 當大家提出主意之後 我們有一段檢討的期間 然後我們可以告訴這些 market players說 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社會 對你的這種共同認識的 常規的話 那對不起你就是會被抵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不用立法 所以我們立的這個法 無明是一個框架 讓這樣子的一種測試可以成型 那當然我們在沙河裡面 也特別講說 如果對於一個特定的無人載具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些很大的 就是技術的潮詞吧 裡面大概都已經就是描述了 十幾個不同的技術 就像我講無人載具這四個字 可能是十幾種不同的運輸型態 所以如果立法院的朋友們 決定說好那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大家已經形成了公式了 我們要收割 我們要就是把它做成這個 民文化的這個立法的成果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確保說 第一個它不會亂來 它是把大家已經有公式的東西 翻譯成法律語言進入法題系 那第二個是說 當它給它一個法的穩定性的時候 它當然會有一段更多的討論期間 那如果這個時候這個概念 還有人正在測試 包含Proof of Business的話 我們就要保障它說 因為你已經願意公開 你不管成功或失敗 全部跟社會互動的結果 那這個對立法者是有幫助的 所以立法者在討論期裡面 允許你繼續去做這樣子的殺害實驗 那在這個中間只有你不違法 其他人做的同樣是都違法 那但是等立法者 把這個專法通過了之後 那當然所有人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入這個市場去競爭 那個就是Low Shipping的Norm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在裡面每一個部分都是互動的 但是這個就是其實點 事實上Norm很難回到Low 但是Anyway 對這個其實點是Norm first 就是從常規從文化開始 那跟Market的互動越頻繁越好 那整個Low是來支持這樣子一種Sendbox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是Lawrence Lissick的想法 也不是我的想法 那但是因為我從小就看他的書 就是非常受到他的影響這樣子 這樣 好 那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想要舉手發問的問題 讓我們一點詩詩 請 那我想請問一下 您如何看待共產經濟 以及共產機器對原油產業的影響 像Uber對Taxi 然後像Airbnb對原本的旅館旅宿業的影響 我們現在會把他們叫做平台經濟 大概不一定會叫做共產經濟 因為我們觀察到 因為Uber有些人專門去靠職業登記證 這個時候你真的很難說 他本來是多餘的、控餘的、榮餘的 拿出來跟人分享 他已經喪失本來那個共產的那個概念了 同樣我們在Airbnb上面 也有人看到說 因為Airbnb 專門把自己住的地方整理成一個民宿 那像這樣子它到底算不算共產呢? 那如果它已經整理了15個地方 而且看起來都一樣 那應該就叫做預宿套房了吧 這個應該就不能叫民宿了 等等 就是說當這個平台出現的時候 會參與的當然包含 比較社會性強烈它想要共產的 但是當這個平台 它對盈利的誘因提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資本其實也會進入 那這個時候 你很難說它純粹是為了共產 它很可能就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大平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它專門為了這個來注入資金 然後希望取得有一定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不特別去區分 因為確實一個本來是為了社會性共產的平台 變成完全就是被資本的力量所攫取 這個並沒有在特定哪個時間點發生 所以因為這個定義很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就怕直接叫平台經濟 那平台經濟其實也是剛剛講的這個Sandbox的一員 我們在就是國發會有一個專門為了平台經濟做的法規調適的一套系統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法規松綁經濟基新創法規調適平台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有一個要點的 就是我們會在各種平台 剛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能夠來這個地方 然後很明確地說 它透過這樣子一個平台 想要鬆綁哪一些相關的法令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想要討論的點 一個點就是說我們會希望 好比像說 Uber其實是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所帶來的這些服務上面的創新 好比像說車不一定要騎成黃色的 因為你不會路邊招了嘛 你都是拿App出來招 所以它的就是費率啊 它的包含浮動費率啊 它的整個服務的Terms啊 包含車型啊等等 你都可以事前去跟它決定 而且不一定要用硬體的錶 它可以用軟體的錶來跳錶等等 那這些都蠻不錯的 它事實上是讓服務的型態多元化 那所以這個我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當它實際在執行的事情 已經相當於就是 本來正在執行的這些業者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說只是因為這個業者 暫時沒有被當作平台經期 你就剝奪這些業者 也用跟Uber一樣的方法 來經營的這個能力 所以當時我們2015年 協調這個案子的時候 除了納稅納保納管之外 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說 在地的計程車的營運者 也能夠透過平台經濟的方法 發展他們自己的平台 他們不一定要去靠Uber那個平台 它可以透過Find Taxi 或者透過它車行 自己開發的平台 也達到類似於Uber的那樣子的 一種服務體驗 所以不會因為它本來就是 計程車這個業態 好像就不能夠參與Uber 所帶來的這個創新 所以這兩個一定都是最重要的 就一方面我們希望創新 能夠被社會所認知所共享 那二方面我們希望既有的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其實從業人員 能夠參與到這個創新裡面 而不是被這個創新所排除 所以這個當然是我們寫的一個方法 然後那 OK 有一張紙條說 這個我應該會Slider一下 Slider算有很好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如果已經很明確知道 要調整哪些法規的話 那其實我們國發會這個平台 其實就很好 它其實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已經調適了非常非常多 包含民宿管理辦法等等的這些 其實都是蠻重要的 包含所謂的小旅行等等的 這個大概都是透過這個平台 調適出來的 他們在小旅行就是 如果你自己經營一個在地的文化的 不管是制茶 是一些農產品 或者一些教學等等 你希望把人帶進來的是 他需要一天兩天以上的時間 來體驗你的這樣子一種 做出來的文化 但是你不是把人帶著到處跑 你是把人帶到你的這個地方來 甚至包含外國的遊客 那在此之前有一個很高的 旅行業的門檻 你要滿足才能夠把外國人帶進來 那把當然本國人是那個門檻 還有一條底下好像到120萬的資本 但是也是一定的門檻 所以後來他們就實際去搜集 這種樣態跟旅行業的樣態 到底怎麼不一樣 那後來的決定就是說 旅行業是把人帶著到處跑 那在地的這種體驗是 把人帶到另一個地方 其實並沒有到處跑 所以後面的這個部分 它就不算是旅行業 但是當你開始把人帶著到處跑的時候 那你就要開始跟旅行業合作 而我們也鼓勵旅行業 能夠不要只把這些 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或地方創生的朋友 當作一個景點 而是能夠更深入的 去跟他自己這邊招來的這些平台 認同他這些朋友們 他來這邊體驗之後 也許又可以轉嫁到 當地的這些旅行業 相關的一些旅行的行程裡面 就是對雙向都是互利的 那所以這個也是 剛才的一個精神 適用在小旅行這個案子上面的結果 那如果就是對適用的法律 還沒有那麼清楚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叫做Sandbox 歐然據點台灣 就是所謂的創新法規紗核申請 那這個裡面就是 如果你不確定 到底目前的法規適不適用 需不需要進入平台調試 它是一個前店後廠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先幫你釐 然後幫你轉嫁到 國發會的平台經濟的法規調試平台 或到經濟部技術處的 無人載具的平台的沙盒 或者是到金管會的金融沙盒等等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接近上百個案子 每一個都是 就是新興的技術跟現有的法律 像銜接的那個點 Social Norm還在形成的時候 那我們在這邊 透過實地觀察跟陪伴 去找到一個新的常規 所以這個Sandbox 也是很歡迎大家 多利用的一個資源 希望就是先回答到這邊 好 那所以 因為我們這個校園自治嘛 所以感謝會長的提議 然後我們就 來再回答一些slido的問題 有1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校園裡面 積極的參與公務事務的時候 例如像加入自主主席代表參與 上的各級會議題 上或推諾的論論議題等等 常會遇到一個困境 就是難以提升大家參與度 導致例如像學生代表選舉的投票議題 論議題難以推諾等等問題 而在社會中也常常出現上的問題 尤其突然對於政治 不管是暴露或者是不願意參與上 請問您認為有什麼話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那我是覺得說參與它是一個方法 那它最後想要達到的目的其實是 所謂的就是公民嘛 以公共利益為念的人民嘛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在台灣實際上是 長期以來就是因為我們的 像公投啊這些制度 在今年以前都被代議民主所綁定啊 就是綁定付款的那種綁定 就是你要投公投票不能不去代議民主的投票庭 那所以其實大家在參與 像就是瑞士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專門就事論事對於公投事件 討論融合各種不同文化等等這種方式 那就很不容易在台灣長出來 因為公投投票日跟選舉的投票日 之前都是在同一天 那而且之前上次還搞錯 以至於選舉就是不能當天宣傳 但是公投可以 但是也有一些候選人自己去發動公投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這種情況會發生 所以就是會有一種representative capture 就是好像我們明明可以透過審議 多關心這個公共議題的時候 都會被代議就是選舉去 去把能量去攫取掉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我們從接下來開始 就是選舉公投分年嘛 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那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啟的機會 就是我們在選舉年 固然還是會看到單一政治的一些情況 那但是我們在公投年的時候就可以很認真地來討論 就是關乎大家實際生活的問題 而不是選人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越多的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加入的設定議題 而不是設定人的方式 那我覺得就會讓大家的國民素養能夠加強 那其實像剛才提到很多在Join上面連署的案子 即使是一個看起來很小的 就是中型犬這個能夠上高鐵 為什麼不能上台鐵的這個規模的 它還是可以動員無情的以上的人 共同來了解說到底台鐵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的運務系統合約所有這些東西 到底它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所以重點不是那個議題的大小 而是它捲動的人是不是從此就從冷漠變成 比較願意關心自己生活上相關的事物 那不管是透過連署的方式 透過參與宣預算的方式 透過沙盒的方式 透過各種各樣提案的方式 只要大家覺得說我隨時都有提案權 而不是等到兩年一次或四年一次才有投票權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這個狀況就可以有所改善 那就是為什麼神醫師的討論是 一直是青年鼠花很多力氣 在跟學生會的朋友們對話的 主要也是希望說學生會的朋友們 能夠更多一點運用這樣子神醫師 而比較不是單純投票的這樣子一種基礎 去把大家相關的一些權益的事情 能夠形成共同的見解 那重點倒不是說那個見解的量多少 而是說它形成這個討論的品質裡面 捲動了多少人讓大家覺得說 我一分鐘五分鐘一個小時都可以來關心公共事務 而且這個關心是到最後是有一定的結果的 至少它可以捲動更多的人 所以這些新的機制設計 新的mechanism design 就是everyday democracy 我覺得是最主要能夠改善這種狀況的事情 有十四位朋友們問說如果看待歡樂無法黨這樣子的政治網紅 那大家可能知道之前他們創造大會的時候 我有送這個送花 然後事實上是一份花欄 然後這份花欄應該在這裡 然後毛薄河 對,我有送一籃毛薄河 然後上面有這個得其歡樂 那為什麼是貓薄河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大概如果有養貓可以了解到說 有時候就是貓就會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抓狂 那就是很難跟它好好的溝通 那它對它的努力也就是我們 這個其實也不是有好好說服的那種空間 而且如果你有超過一隻的話 很容易就陷入一個集體歇斯底的這種狀況 然後那這個就跟我們看到這個出征 在社交媒體上面是非常像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歡樂無法黨就像是貓薄河一樣 就是你只要有一把貓薄河 然後他們就會忽然陷入一個歡樂的狀態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這個吸了什麼 那但是 對,但是就是會忽然陷入歡樂的狀態 然後陷入歡樂的狀態幾秒鐘之後 這個也不傷身體嘛對不對 就是幾秒鐘之後就會靜下來 然後就會開始怨言跟你好好溝通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它是一個 一個作用就是一個煞車的作用 讓大家在出征不管是復仇 或想要貶低別的那個集體歇斯底的情況下面 可以有忽然之間稍微停下來 然後稍微歡樂一下 那這個時候它不但可以把那個悲憤 就是悲情的氛圍啊 這個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變成對話 那二方面也是說 那當這個對話開啟的時候 那你又會回去說 這個波恩他的分析有一些問題啊 瓜奇他的分析 有很多問題 那就是他每個人 當然就是你可以找到他很多 這個他有預設立場的這種情況 那這個時候 我們說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就是透過先讓稍微歡樂一下 然後又可以看到很多不足之處 大家才會開始有 開啟公共討論這個空間 貢獻自己專業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網路上面 如果你只是PO一個開放式的問題 是不會有人來回的 那你一定要給一個錯的答案 那別人才會 專家都會跳出來來糾正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些政治型網紅就是扮演這種 東網棒的 不是 扮演這種這個 就是提供公共討論的誘因 的強制一種角色 那就是讓大家稍微歡樂一下之後 就願意去把這個 在現在的這種 就是有一點悲情 然後難以交流對話 等等的這種氛圍 把它轉換起來 然後變成說 可以互相傾傾對話 凝聚共識等等這個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而且反正二十幾年前 這個羅文家老師 當時也有弄一個 快樂無法黨 不是 就是快樂希望 那那個時候也是很有效 因為當時我是國中生 就是中二的時候 對 那也是很記得說 他們確實就是透過快樂希望 這個方式去把長期難以對話的 很多不同的文化傳統 把它弄成可以對話 所以這個黨本身在說 但是我是覺得 快樂無法黨 就是首部的這個黨 我覺得是一個很正確的一個思考方向 那我們透過幽默 確實也才可以把大家的mental bandwidth 就是把腦袋能夠處理 同時處理多一點點事情 看多一點點立場 聆聽多一點點不同文化的這種能力 慢慢地透過幽默 而不是單純只是酸或者是嘲諷 透過幽默來把它就是互相練習 然後互相練習之後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缺失的地方 那這個才是公共討論的清楚 好 那我們就進去 謝謝